在两性关系里,男人经常会发现一种现象,虽然嫁了女人为好友,但并没有什么进展,感觉很不解,这样的女人既不联系你,也没有将你删除,可是,当你想要跟她深入交流时,她又表现得很冷淡,很难接近。 其实,女人之所以如此,大部分是看不上你,或者觉得你不是值得交往的男人,不想在你身上消耗自己,但是,他们又不好直接拉黑删除,避免让你丢面子,于是就这样把你弃之一边,不想理你了。 当然,也有些女人,只是把你当成备胎,如果她们找不到好的对象,或许会给你机会,因此,男人跟女人交往,还是要多观察她的心思,若是发现她不爱你,最好别纠缠了,说到底,女人不联系你,也不删除你,可能是以下三个原因。 一,对你没有想法,不想被你纠缠,两性交往,如果一个女人对你没有想法,她肯定不会理你,这种女人自我保护意识很强,不会随意和异性来往,更不会有事没事聊天,她们不想被你纠缠,不得不表现出冷淡的态度,以此让你知难而退,每当你找她的时候,她都不会回应你,基本上会无视你的消息,用沉默而高冷的态度对待你,而且, 她们不想让你丢失尊严和面子,才没有删除你,以免双方的关系尴尬,当然,若是你一直纠缠不休,她肯定会生气,到时候删除你也在情理之中了,所以,不喜欢你的女人,一般不会主动联系你,更不会回应你,她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骚扰,最后选择不回应,也不删除你。 二,社交冷漠,不喜欢和异性来往,在感情里,女人不联系你,也不删除你,还有一种原因,就是,她们社交冷漠,不喜欢和异性来往,这种女人,在社交媒体上,很少与他人的互动, 她们并不愿意花费精力去维持社交关系,也不想和不喜欢的异性建立关系,于是选择不联系你,而且,她们出于工作原因,不得不和异性来往,也没有太多的心思。 对聊天毫无兴趣,很多时候,她们都懒得理你,不管收到什么样的消息,都不想回复你,在她们看来,你发的消息并不重要,或者,她可能对你的问题或请求并不感兴趣,所以,她从来不会跟你保持联系,对你没有一点期待,防备心理会很强。 男人遇到这种女人,最好别纠缠不清,她不喜欢你,你付出再多,也没有意义。 三,留有余地,把你当成备胎,如果一个女人不联系你,但又不删除你,还可能是把你当成备胎了。 这种女人,对感情留有余地,会将你列为潜在的交往对象,如果她们没有找到更优秀的男人,可能会给你一些机会,让你付出,再决定要不要接受你。 不过,一旦她们找到了更好的男人,就不会理你了,那时肯定会果断删除你。 可见,这样的女人,对感情并不真诚,而是打着爱情的名义,不断地结交异性,从中选择最好的一位。 她们需要你的时候,会假装来找你,给你一点甜头,一旦觉得你没有价值了,就会绝情地离开。 男人和女人交往,一定要细心观察她的真心,若是发现她当你是备胎,就别自作多情了,不如趁早离开。 总结来说,女人不联系你,也不删除你,可能是这三个原因,对你没有想法,不想被你纠缠,社交冷漠,不喜欢和异性来往,留有余地,把你当成备胎。 这就提醒男人,和女人交往的过程中,一定要了解她们的心思和情绪,如果察觉到她们对你没有想法,不想和你发展关系,就别盲目追求,以免消耗自己。 很多时候,对于不喜欢你的女人,尊重她们的意愿,不过度纠缠和打绕她,反而会让她高看你一眼。 好的爱情,需要男女真心交付,在平等,真诚的基础上,才能顺利建立亲密的关系。 当一个人真正关心另一个人的时候,不可能无视对方没有回复信息,因为谁都知道,当信息发出而没有回复时,心会非常失落,会觉得对方是随便玩玩,不放在心上,从联系到无话可说,从早安变成晚安,从晚安变成鸟无音讯。 但爱不能强求,你爱的人可能不爱你,你不爱的人可能爱你,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,没有理由解释一切,不过。 爱你的男人肯定会主动联系你,不会等你太久,但不爱你的男人却不会毁了你的女人。 把这三件事都考虑进去,你的心不再与你同在。 当女人爱上自己喜欢的男人时,她会自觉地为他保护自己,即使每天和其他男生聊天,也会逐渐减少。 专注于自己喜欢的男人,所以当一个女人不回复你时,不经常主动找你,总不回复你的信息时,她其实是想表达,她对你不感兴趣,你不是她的菜。 她认为没有必要删除,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,万一以后还能用得上呢,只要不要影响生活。 情人不完整,有情有些不轻,有些女人明知不相爱,却不想分手,为了给自己找个备胎。 等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再聊聊,感到受伤,有这种心态的女人知道,遇到一个好男人很难,但不被爱是很现实的,这不是两全其美的。 有时如果你想贪婪,就好像你就是那个人一样偏心,朋友以上,恋人未满的关系还是很享受的,毕竟被人在乎添着的感觉还是不错的。 她忘记了你的存在,嫁了太多男人,多一个也没多大问题,失恋是很痛苦的,说明女人对你绝对没有感情,不然她怎么会忘记你呢? 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,她肯定会主动回应她的评论,她当然不想忽视她喜欢的男人,如果她用你做替补,情况会好一些,因为你知道她的意图是什么。 她很高兴,她可以承认你有一些效用。 备胎的态度通常很明显,不主动也不轻视,如果你主动找我,她会根据情况回复你,关于你的付款情况和挫折,但都是你该消化的事情。 男女之间最不可理解的是爱情的纽带,当我们遇到不回应他们的信息的人,无论男女,他们可能会忘记对方是否忽略了他们一次,如果他们忽略了两次,可能是太忙了。 但是,如果您不重复回复消息,请不要做一些惹麻烦的事情,让每个人都为对方感到难过。 爱是关于两个人的,如果一个人离开,就没有必要继续,有些爱不应该抱得太紧,会伤到自己,毕竟强扭得瓜不甜嘛,及时止损,不要到时候人才两空。 有些女性选择保留你的微信,但不主动联系你,是因为她们想要维持一种微妙的距离感。 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对你没有兴趣,相反,她们可能是出于谨慎和自我保护的考虑。 她们希望让你主动迈出第一步,来表现你对她们的兴趣。 这种方式,可以让她们更好地了解你是否真心,对她们有益,而不是随意地聊天对象。 如果她很有魅力,但似乎不太主动联系你,这时,你可以主动发起对话,表现出你的诚意和兴趣,或许她会欣然回应,因为她一直在期待着你的举动。 微信联系列表中的人数,可能多得令人难以记轻,有些女性可能不删除你的微信,仅仅是为了维持社交圈子。 她们不一定会主动联系你,但也不想将你从联系列表中删除,因为你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,在社交或职业方面有所帮助。 这种想法并不代表她们对你没有好感,而是出于社交考虑,一位女人一直保留着你的微信,但几乎不主动找你聊天。 这时,你可以继续保持微妙的联系,分享一些有趣或有用的信息,以保持友好的社交关系。 对于一些人来说,微信不仅仅是社交媒体,还是一种工具,他们可能会保留你的微信,但主要是为了特定目的,比如给她点赞朋友圈或与分享工作相关的广告信息。 她们并不主动联系你,因为她们视微信为一种工具,而不是主要的社交平台。 如果女人很少主动找你聊天,但偶尔会向你发送一些工作或兴趣相关的信息。 这时,你可以理解她把微信当作工具使用,并在需要时提供帮助和合作。 在解读女性的微信行为时,我们需要更多地理解她们的心理和动机,不删除微信。 但不主动联系你的女性,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,并不一定代表她们对你没有兴趣。 因此,如果你对某个女性有兴趣,不妨主动迈出第一步,与她建立更深入的联系。 搞清楚女人不联系你,外加不删除你的矛盾心理,你就能够利用理清矛盾关系寻找到突破口,对待值得付出的女人就加大付出。 争取早日通过攻坚克男获得感情阶段性的成果,对待不值得付出的女人,不是少进行系列付出,而是彻头彻尾终止进行付出。